就是永不放弃 不是你看到有机会 你才去努力 而是你明知道没有机会 但是也要一代又一代地 去为此而付出努力 我们人员上 在上一季奥运会完 我们就只剩下三名运动员 其他除了王谦逸 冯宇和肖远宁之外 都是新人 然后又遭遇了 本周期旧规则到新规则的一个巨变 他们小时候练的 可能跟我们现在比赛的内容 参赛的内容 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这么一个差别 很多时候我给他们讲动作的时候 也是没有任何的退路 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 这不是一个鼓励 这就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命令 在训练中有时候 我觉得有点顶不住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队友还在坚持 我觉得我就更没有什么理由 去让自己松懈下来 我觉得我们有一批 有才华的运动员 他们还很勇敢 因为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 其实无可避免的会有一些 伤病 磕碰 小则磕碰 大则就是骨折 然后就是受伤缝针这样 他出来以后 他的血一下就顺着脖子流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个肯定磕得特别深 因为一般只是表皮磕破的话 他的血是渗出来的 那一下砸得挺厉害的 然后就让他回来 我觉得我们还是 有中国人的这种韧性 中国女性的这种顽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 就是也在不断地挑战 女运动员的极限 唯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